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 江沟开发进阶课程的第7次课 同时使用多个数据库 我们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主要讲两点 一个就是不同的APP下使用不同的数据库 另外一个就是同意的APP使用不同的数据库 然后在不同的APP使用不同的数据库 在江沟中是如何实现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数据库路由 我们看数据库路由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只指定了一个default的一个database 就是说没有指定这个数据库路由 那么江沟就是使用默认的路由方案 就是default 然后确保数据的检索和保存 使用这个default的数据库 当然我们可以指定路由 指定路由是怎么实现呢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定一个类 然后里边会存在一些这个路由的 比如说读呀写呀 然后这个对象是否关联 然后是否同步到数据库的db 这些方法就可以了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同一个APP怎样使用这个不同的数据库呢 然后我们在之前设置这个数据库路由的前提下 可以设置不同的model它的原数据这个app label 因为我们的这个数据库路由里边 它会根据这个app的label 然后去指向不同的这个数据库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方法也可以达到 在同一个app下使用不同的这个数据库 接着我们就来打开我们的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进行操作 我们这个是之前的项目 然后呢 它的我们看它的setting setting里边它连了一个这个circlelight 然后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post 它就使用的是默认的路由 现在它使用的是默认路由 然后呢我们新建一个app 把这个停掉 配置 好 配置 manage start app 比如说叫post 2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边进行 配置 配置 配置另外一个 比如说叫db1这个数据库 然后呢 我们指定一个mycircle的 叫做jungle sircle 然后内幕呢 将个advanced 其实之前的课程我们已经配置过了 然后端口 端口是一个局域网内的一个主机 拥有8.2.105 105 hot 33.6 默认的这个端口 然后呢 拥户名 user s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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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 好 然后呢 我们要这个设置这个数据库的路由 设置数据库的路由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 首先呢 新建一个python的文件 叫什么呢 叫databaseapprouter 然后呢 former jungle del com import setting 我们setting里边 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映射 什么映射呢 然后叫database databaseapp 这个mappings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两个app对吧 有这个pulse 然后呢 它就指定的是default dfault 然后呢 还有一个pulse 它是用这个 dbe 那么后面可能还有新的这个app 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可以放这n个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 就可开始定义这个database approuter approuter 它有四个方法 db for read 然后呢 self model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hints ints 里边呢 就获取它的app label 这个比较重要 然后从model里边去获得 the mental数据 applabel 然后呢 如果applabel insetting 这个database app 在这个映射里边的话 然后我们就return 然后从这里边把它的这个数据库的名字给取出来 就applabel 否则的话 return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 开始写 db 写的时候 写db的时候 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 另外一个呢 就是 这个 allow relation 定义这个函数 l-a-t-i-o-n o-b-g-1 o-b-g-2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把 这个 这两个object的这个label拿到 然后把它对应映射的数据库的名字给取出来 db obge setting 这个base mapping里边 然后 去get k是什么呢 object1 nt 然后 applabel 然后呢 拷贝一下 object2 然后呢 这个是2 if 如果 db object1 and 它两个不为空 if db db object1 它们两个是在同一个这个路由下 return true else 当然就是force 然后 否则的话没有找到 然后呢 最后呢 我们去定一个allow migrate 就是说以code前移的时候再用它 把这个地方拷贝过来 是改它的名字 db for migrate mrgrat mrgrat 然后呢 这边是有一个 db 然后有一个 applabel 这些参数都是定死的 因为 这个 jungle内部它要调用 所以说 这些参数 这些参数 其实都是定死的 然后这个不要写错 这个是write 它就有 rit write read relation mrgrat 然后呢 这个里面我们 去判断它 if db in 这个setting 对吧 这个basemapping 它的values 如果在它的这个 reals的话 我们就return 然后setting database map get get什么呢 它这个applabel拿出来 然后是不是等于这个db 是的话就是 true 要死 否则的话 判断一下applabel 是不是在这个database setting 是不是在这个 它的key里面 如果是的话 就return false 否则就return 然后呢 我们这个定义好了 定义好之后 我们在setting 去使用它 然后定一个database ro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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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它的位置 my blog 这个database 这个database 把这个拷贝 回来 database app.app routers 把这个类名拷过来 dataabase dataabase app.app routers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看有没有安装 这个地方没有写这个posr posr 到这儿呢 我们基本上就这个去完成 然后我们去同步 s 这个地方也要注意 然后如果我们去make mygit ios 好 然后呢 我们去mycreate的时候就注意 这个地方是 是 要注意的 mygit 如果我们没有指定这个database 我们可以看这个help migreate 它是可以指定这个database的 可以指定哪个数据库 如果我没有指定数据库的时候 然后就是 它就指向了这个default 然后呢 如果我们指定数据库 指定这个database database等于dbe 然后它就去同步这个dbe 然后我们已经同步了 好 然后我们运行 已经运行了 然后我们看我们的url url 去给它指定一个url ios 后呢 考不来 很简单的指定 比如说这个指定是这个 pose 2 pose2 比如说 pos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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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定一个view 的处理函数 emlist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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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它一个dictionary 放模板文件 template 然后这个 我把文件 我把文件里面去放什么呢 看一下 然后可以直接用这个 比如说我们就把这个给打印出来 然后在这个 处理函数里面 home poin 比如说这个就是 phorm models import poin 看一下 models models 还没有定义东西 没有定义东西的话 我们这个 就随便 先烤点 就是把这个poin 给烤过来 好poin 烤过来之后 poem object 哦 然后我们要再执行一次 好 然后呢 再给这个db 去同步一次 这个poin ready exist 它已经存在了 我们之前已经建立过 所以说 它已经存在了 然后呢 我们开始 打开 打开主页 还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尝试 打开post 2 然后呢 叫做poin list poem list 看一下 哦 这个路由 这个没有包含 这个地方 我们再刷新一下 更新加载 看一下什么问题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函数 这个poin list 对是这个 然后呢 换 没有问题 再刷新一下 几个拼写错 这个应该是database routers 然后没有这个s 然后呢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metv 这个拼写 然后把它改过来 改过来之后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可以了 正常了 只不过是我们这里边 没有数据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去添加点数据 比如说id是1 然后author呢 and hiteal呢 hiteal呢 叫jango 然后再添加一个 2 然后 kate kate 然后比如说swift 这个呢 干掉了 delete 再刷新一下 然后他就把这些数据给读取出来 当然我们的主页读取 Circulate3也是正常的 你看他就把这这些 Circulate3里边 得数据给读取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看了 我们 就要注意 一个就是说这里边的这个 函数名都是不允许拼错的 因为这个 jango内部他会做检测 另外一个 就是说这个地方 叫db database routes 而不是 有一个s 这个地方 无所谓是我们内部使用的 是没有影响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 上一节课 其实也学习了这个 jango去连接这个mongodb 然后我们这里边如果 再去连接一个mongodb的时候 他同样是 没有影响的 我们可以 再去start一个app startapp 比如说 pors3 看一下 pors3的话 他这连接mongodb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再指定这个 这个database里面 直接在这里边去连接mongodb 然后我们直接去连接mongodb的复端 连接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比如说连接test的这个clack这个database 然后host呢 然后 是本地的 gare1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要稍微 再加点东西 类似的我们加url 然后去定义这个poemlist 然后在view里边加一个处理函数 去全部去显示这些诗词的信息 然后models呢 然后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些poem 然后collection是poemdata 然后呢 我们这个其实这些定义的另外两个数据库是不影响mongodb的 我们运行之后 可以来打开看一下 我们这个定义的是这个poem3 pors3 poemlist pors3 poemlist 我们看就把mongodb的数据给取出来了 当然呢 我们这里边是 这种定义的方法 mong印记的方法 它是 只支持连接一个mongodb 它是一个全局性的 所以说是不影响这两个数据库的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同一个app里边使用不同的数据库 比如说在这个post里边 我们想这个使用不同的数据库 比如说我这个books2 books2呢 它想 比如说我想使用这个mycycle 也就是说这个post2里边去连接的这个mycycle 然后我们 怎样去实现呢 其实我就简单的定义它的在它的menta这个内部的这个类里边定义它的app label是post2 然后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database approuter里边 就在读取 的时候就拿它app label 就拿到它这个model下 定义了这个 label的名字 就是这个post2 所以说它就取到了这个 mycycle dbe的这个数据库名字 也就是这个dbe 然后因为它定义的是post2 它就取到了这个dbe 这个数据库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mycycle里边 它有这就有这个post post2books 添加一些数据 1 然后随便吧 alyn itle event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使用它 比如说 我们这里边去 使用这个books 2 比如说books 2 这个objects 叫o 我们去取books2 因为books2呢 它也有这个author 跟这个title 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 对author跟title 我们就可以取它的数据 取它的数据的时候呢 直接到这个home 就可以了 看一下 我们就是我们添加的 alyn gvent 这条数据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在同一个app下 通过指定它的 mentor里边的app label 是可以实现 在同一个app 去下 然后指向 读写的时候呢 指向不同的 这个 数据库 当然 我们这里边只是读取 我们 当然也可以去写 写 当然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因为 我们看这个 app root 里边 它这个 这个db forwrite 的时候 它的效果是 跟我们 我们之前的话 其实就是 简单的把这个口碑下来了 它两个原理是一样的 大家下去 可以自己动手 去添加一些form 去真正的去写这个数据 然后作为一个课后的作业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主要学习了 在不同的app 如何去使用不同的数据库 我们主要是用数据库路由这个技术 另外一个呢 在同一个app 如何使用不同的数据库呢 我们是 这个 以这个数据库路由为基础 然后设置它的app label 然后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在同一个app 使用不同的数据库 这一刻我们就上了这里 也不是 met 误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